各位朋友、弟兄姊妹,你们好,我是李树妍 欢迎大家今天参加我的讲座 今天的题目是科学与创造主 我相信大家都有个印象 科学和宗教好像有很多冲突 我相信其实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对 两方面的不了解,所以才有这些误会 我今天尝试将我的理解和大家分享 我今天的讲座内容是 有部分是取材志,是课金教授的时间简示 还有是曼特斯特大学 Professor Brian Cox的书和视频 也都引用圣经去解释 部份今天涉及的创造的题目 我想强调 圣经不是一本 解释科学的书 但是它对创造的描述 是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力尖吻合 所以稍后我会从大家详细去解释 从中国来说 到了公元前的1000年 西周时代 有一个天尊地碑,天圆地方的学说 当时的人认为地是 四方形 是平的 而天是圆的 所以 太阳月亮就在这里转 这种理解 影响到其他中国的文化 比如说我们的 那些铜钱 中间是圆的 外边是 中间是四方的,外边是圆的 就是天圆地方的概念 在天坛 敬天的地方就是圆的 人企的地方就是四方 天圆地方 地平说就是中国 1000年前对宇宙 的理解 那么去到公元前的四世纪 古希腊时代 阿里斯多德 就 推断地球应该是圆形的 就不是四方的 那么在中国是去到公元后的大约100年 彰行提出的 就在混天说才是 认为 这个天是好像个蛋壳 而地就好像个蛋网 但是地是平的 就放在水当中 所以那个蛋壳就在外边转 但是在《旧约圣经》 其实公元前的700年前 在《二塞亚书》 已经一早说了地球是圆的 这里这么说 他说 神坐在 地球的大圈之上 地上的居民好似黄虫 他即是神 包张穷仓 如万子 展开诸天 如可住的帐篷 这里说 包张即是stretch out 推开 穷仓 这个 宇宙 好像万子一样 在一边推出去 推开诸天 所以在《旧约圣经》里 一早已经说了地球是圆的 而上帝也是把宇宙好像在膨胀的穷仓 推出去 我们现在注意的地球就是在太阳系 而太阳系是整个银行系的一点 我们这里 整个银行系有多大呢 由一边到第二边 有10万光年 我想解释 光年就不是一个时间的单位 光年是一个距离的单位 一个光年就是光 的速度 行一连时间的距离 那光行得几快 每一秒钟可以 围绕地球转七个半圈 这个就是光速 所以 宇宙很大 所以我们要用光年 其实光年也不够大 有时候我们要用亿光年 亿光年就是光 一亿电 距离 这样 而地球 这个的 虽然银行系这个的直径 距离 就是一千分之一 个亿光年 而我们地球的 其中一点 这里看不到的 大小 但是整个宇宙的 那个安排 在公元前的 1500年 有百计 这本书写的时候 已经 形容着 这里说 神将大地 原在虚毫 没有东西 真的原在虚毫 所以 圣经里面形容 创造的那部分 虽然它不是一个解释 物理学的书 但是它的形容 都是准夹 那么整个宇宙有多大呢 整个宇宙 科学家和我们计的就是 九十 九百三十到九百四十亿光年 亿光年就是个距离 刚才我说过 整个银河系 是一千分之一的亿光年 所以整个宇宙都是很大 那我们怎么知道宇宙在膨胀 就是一个叫红仪的现象 一个物理学的现象 这个大家都 感受到的 如果大家 想象一下有时你 听到一架的救伤车 向着个警号 向着你 走过来的时候 你听到那个声 很有压迫感 当那个 救伤车 离开你越走越远的时候 那种声就开始 放松 又和回 这个就是 当那个 声 向着你走的时候 那个 波长是压缩了 短了 所以那个声就很高 但是当这个 声越向你越来越远的时候 这个波长就好像拉长了 所以就 啊 如果 来说就是这个的本来这个的频道 就向了红色那边 移过去 所以我们看那个光 比较一下不动的光 动的光就可以看到 是究竟接近我们 还是远离我们 那么一个 这个 宇宙静止和膨胀 都可以影响很多人的思想 例如说公元前的五百多年 在希腊的Herochitis的资索家 都是 将这个宇宙变成一个 是一个密封 封闭了 不会动的一个空间 当时的佛祖都是一样的 当这个宇宙 如果不会大又不会小 永恒好像不动 这样的时候 人就会产生一些轮回的思想 所有东西轮回 循环再用 就会这样产生出来 但是如果这个宇宙有膨胀 它就代表有个可能性 它有个开始 所以就不是一个不变的一个宇宙 霍金教授的时间简丝里面 就有很多的 图表是帮助我们去理解那个宇宙 时间和空间 其中一个就好像一个 雪糕桶 这样的形状的东西 其实他想说什么呢 就是他想说 如果我们幻想一下 这块板是一个 水 开头 没有浪化 没有那些水波 如果有个石打正中间 水波就向外四散 如果这个向外四散的速度是光速 光速是我们已知 在宇宙里面最快的速度 不可以比光速 这样的时候 一秒钟 这个光速就会向外四散 两秒钟就更加大 三秒钟就更加大 所以向上这个就是时间那个的方向 这里就说那个宇宙 光速可以 去到的 空间有多大 所以 光如果最快 已经是最快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雪糕桶的边 就是个极限 没有东西可以快得出来这个雪糕桶以外 而所有的物质 不可以光那么快的 所以物质只可以在这里 里面的空间里面存在 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 当宇宙 爆炸膨胀的时候 原来膨胀向外的力 和万有引力 向内吸收的力 要有个相对的 定限在 因为如果膨胀得太厉害 那时候呢宇宙的空间太大 物质就很难 吸着一切形成一些星体 那我们叫这个叫open universe 这个open universe 很难 令到 就是 啊 有生命存在或者有些星体 存在 但是如果那个吸力是大 那个向外的扩张力呢 这个宇宙又很快粘在一起 收缩 变成一个奇点 所以呢就变成一个closed universe 那么所以科学家计算过呢 原来要一个宇宙可以 持续到呢 向外扩张那个数据呢 是要有一个 一个很小的误差 这个误差多小呢 根据 以前霍金教授在 宴桥大学的一个同事 博大学教授 他们的计算呢 这个的误差不可以大于 1比 10 60去除 这个1060 是什么意思 0.59 一个1 那么小 小到我们对我们来说 没什么意义 其实一个 帮我们理解的就是 刚才我说的 宇宙是940亿光影那么大 由一边射去 第二边的宇宙 那个不差不可以 大过一个 手指甲的面积 这个就是个准确度 如果这个准确度达不到呢 这个宇宙都不可以 二次做下去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 Paul Davis就说 其实很多的科学家 都相信这个宇宙 是fine tune for life 即微调得很精细 可以让生命存在 这样的意思 虽然Paul Davis不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很多 科学家他看完这些 宇宙很多很精准的 数据的时候 差一点都不行的时候 那么他们是相信这个宇宙是fine tune 是微调出来 那其实宇宙 膨胀呢 就现在很多的书 是用这个 好像调转了的喇叭 去形容的 这个喇叭是什么意思 下面是爆炸的那一点 那么开始爆炸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吹一个气球一样 吹一吹的时候 突然间那个气球 是突然间快 很快就膨胀 英文就叫做inflation 突然间 膨胀出来 跟着那个速度再膨胀 就开始减弱了 那么减弱了一个地步 现在我们在这里 就发现 膨胀又开始加速 所以就好像喇叭 那么这个平面 这个平面 这里就是 代表个宇宙 那个 那个 大小的体积 那么其实 科学家其实不是一早知道 宇宙膨胀的 其实 第一次有科学家提出 估计呢 就是1922年 去到1929年 才证实 就差不多 100年左右 对我们的历史来说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科学是很先进 其实我们还是很延迟 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 正如我刚才说 尔赛亚书 公元前的700多年已经知道这个宇宙在膨胀 就是知道神是 sherch out the heavens 推开 spread them out 推开 好像个帐幕 推开出去 所以 再要研究 要明白 大爆炸 我们就 用一些 比较上贴地的 概念我们可以理解到的去 明白先 首先我这里就讲讲 固体液体 体体 离子 各个的 关系 假设我们有一块冰 如果我们将冰加热 给他很多能量 这个冰的结构就打散 变成水 再加热 这些水的分子 有能量之后就可以跳出来 变成 A 再加热的时候 这些水的分子再会被打散 就变成离子 离子就是那些电子 已经可以跳出来这个 分子 和原子 的结构里面 跳出来 那么 一般来说呢 逢真可以流土的 我们都叫做流体 就是我们说液体 气体 离子 都是可以流动的 我们这三类 叫做流体 再将离子加热 怎样呢 就是那些电子 就是那些电子 中子 质子 那个 结构 都打散 就变成亚原子 10 atomic particles 再加热会怎样呢 就变成能量了 非物质 但是爆炸 又反过来 最初所有的能量 最于一点 温度 极之极之高 一爆炸的时候 空间开始 膨胀增大 空间增大 平均温度降低 物质就从能量开始形成 物质出现 慢慢 变成不同类 当温度降低的时候 最后我们就可以有气体、液体、固体等等 所以大爆炸就由这里开始 从而变去 有整个宇宙 最简单 神造的结构最简单的物质 叫做氢 太阳就是主要是氢气 整个宇宙大部分都是氢气 氢是最简单 平时我们讲一个基本原子的结构 就是中间有个核心 核心里面有些质子 是正极的 中子就是没有正没有负 电子就是负极的 电子只是在外边的轨迹 转的 而全宇宙最简单的结构 就是一个氢的原子 氢的原子中间里面 那个核心 只有一个的质 带正极的 它的轨道有一个的电子 一个正一个负 变成一个中性的 氢的原子 本身氢就不会发光 但是当这 电子 如果在轨迹里 吸收了能量跳上去 更高的轨迹 而跌回来 如果由第五个轨迹 跌到第二个轨迹 就会出蓝光 第四个轨迹 去到第二个轨迹 就出绿光 第三个轨迹 就出红光 这三种色 我们叫 三原色 就是最基本的颜色 太阳就出三原色 我们LED 也出这三原色 三原色有什么重要呢 很容易记 无线电视的logo就是三原色 三个颜色就是这个 三个颜色可以变成五个颜色 太阳就是出这些 三原色就出白光 奇妙的是 神做人的眼睛 那些receptor 就收到这三个颜色 所以我们看到颜色就是因为 神给我们这个 眼睛有这些感应力 对这三个颜色有反应 霍金简史里面有一个的图表 就是讲 宇宙爆炸之后 有不同的 就是sages 有不同的 阶段 那头阶段一个很短的时间 叫law of physics unknown 就是我们不知道那个 物理学是怎样的 那我想大家留意 上边这里 是讲的温度 这个温度越来越 低的 下边就是个时间 下边 那头那部分是多少 最短一部分 物理学是不知道的 就是 由零开始爆炸开始 去到 0点 42.0加1 秒钟 这个那么短那么短的时间里面 物理学是不知道的 所以所有的 大爆炸理论 开始的时候都不计这一部分 所以他们他们很直接跟你说他是不需要有神的 因为 哪个爆炸 哪个启动这个爆炸呢 他们不包在那个模型里面 他们是由这里开始 那么 一路爆炸大家留意到上边的温度越来越低 因为空间越来越大 时间增大 但是去到一秒钟 温度都是 100亿度 如果我们35度都觉得很热 51度就热死了很多人 在这里说的是100亿度 一秒钟 去到三分钟呢 大爆炸之后三分钟都有10亿度 这么高的 所以大家留意到温度越低的时候 这个图表告诉我们 从亚原子形成 到质子中子 然后就是 开始有些物质出现 氢的那些开始出现 那么 10亿年度施星体形成 最后就是我们现在的太阳系 就是银河系的那些出现 刚才我解释过了 霍金 神的理论是不需要有神的 因为他不是由零开始的 而是他 一头的部分是 物理学是解释不到的 所以哪个启动呢 科学是解释不到的 所以科学是解释不到 有没有神的 科学解释不到有没有神 现在 去到2022年的 大爆炸的理论呢 就用这个图表可以去解释 我想尋须是去到2022年 为什么呢 因为过往那两年呢 有很多新的发言 是发现这个的模型 都是不准确的 那么我稍后会再解释 但是呢 我基本解释就是 大爆炸的时候呢 开头呢 很热很热 那么 爆炸之后的温 那个空间增大呢 就开始有些物质 开始形成 光当时曾经出现过 在这里已经出现了的 但是光出不了 因为呢 当时呢 那些光呢 是和其他的大电的粒子呢 是互相的 有interaction 就是 这个时候呢 好像一个很浓的 一碗汤 有光都出不了 就好像 大家幻想一下 很大霧很大霧的时候 车头灯水射出去 那些的霧都遮住了 这些的光 所以呢 这段时候呢 虽然光已经做了出来 一开始已经有光 但是 光是出不了 去到大约38万年左右 然后呢 这个阶段呢 就开始 光突然间出现 为什么呢 当时呢 就是那些 因为温度已经降低了 轻的那些的质子和电子 就形成最简单的轻的原子 所以突然间光出出 现在我们看到宇宙最 远的光呢 就是这个时候出出 但一出出之后呢 跟着因为很多氢气 很多氢的原子开始形成 那变成了 这氢的原子又好像大霧那样 就把那些光都吸光了 所以我们有一段的黑暗时期 一段黑暗时期 按着这个旧的模特去到3亿年左右 4亿年才那些 星 星体出现 我们看到 因为在这个时候 那些的 氢开始 聚集在一起 变成了一些星 星里面有个核聚变的 过程 就会产生一些紫外光 而紫外光就可以令到 氢的电源子里面的电子跳来跳去 又开始出到光 而星系 星系 很多星 变成一个螺旋形的巨型的结构 就是叫星系 开始我们估计是10亿年之后才出现 地球呢 就大约是90 又爆炸之后90亿年 出现 到现在全个宇宙大约是137年 所以 地球大约是47年的 历史 这个是去到2022年 那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图表去解释一下 所以我再提提大家 开头的估计就是4亿年 才见到有星 一段 这段是黑暗时期 见不到光的 虽然光存在 但是出不了 那么 去到10亿年左右才有星系 这个是这两个数 我想大家记住 就是4亿年有星 10亿年有星系 两年前 太空总柱就送了一个新的James Webb 太空梦面镜上去 就打破了我们现在 对宇宙开头的理解 就是 去年 4月7日 2023年 发现了原来最早的星系 3亿年就已经发现了 就是本来我们以为星系是10亿年 这条线 现在是推到3亿到5亿年 已经发现有星系 所以打破了我们 科学旧有那个的模型 去到 今年的3月 又发现了原来 去到7亿年左右 已经有一些的星系是死了的 死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整个星系不可以再重新 产生一些新的星出来 但是记住 7亿年 都仍是很早期的 宇宙很早期的时候 现在我们说137亿年 所以7亿年的时候仍是很早期的 但是原来有些的星系已经死了 不可以再产生新的星 那么今年 又发现一个 今年年初一个英国的科学家 就发现了一个 极之奇怪的现象 刚才我说过 整个宇宙是940亿光年那么大 而我们的银河系是一千分之一的亿光年那么大 原来他留意到 这个英国的科学家留意到 原来 在宇宙里面有两个很巨型的结构 这个结构都是由一些很大的 星体 不是星 是星体 形成的 其中一个叫做big circle 一个大的圆形 直径 是13亿光年 每一点都是这些巨型的星体 而另外 一个更大的 弧形 的结构 由头到尾 33亿光年 原来这个创造主还做着一些很奇妙的结构 好像一个笑脸 这样 很巨型的结构 所以我们 是很难 现在科学家是很难理解 究竟这些的结构是 怎样形成的 我说到这里 大家 都留意到了 我有科学的模型 都不是绝对真理 科学只是 应用于 自然和物理世界结构行为的 知识的一个工具 本身科学 不是绝对真理 科学是要不停更正的 科学是 Approximation to the truth 在一个物理世界里面 物理世界以外都不行 物理世界里面 他不可以去 科学不可以去说一首诗 诗词歌父好不好 一幅画漂亮不漂亮 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怎样 这些不是科学 不是物质的 不是物理学的范畴 所以科学有极大的限制 不是 绝对真理 所以大家要明白 科学 有科学的 功用 科学 不是一个绝对的权威 圣经里面 就不是一本 写科学的书 圣经本身 特别是 创世纪是一个 是诗歌的文学 所以 他不是用一个物理学的形式去解释 创造的语教 他只是这句轻描淡写的去讲讲 第一日 神的创造 创世纪主要的主题就是 宣告是神创造宇宙 而神是以他的主权 创造这个宇宙 开头将一个空虚混沌的状态 慢慢变成井燕有罪 各重其类 所以头三天是做 基本的预备 是为第四第五天的 去做 准备的 第一天造光 第二天 穷仓 穷仓就是水 天空 第三天是陆地植物 第四天就是日月星辰 对着光 穷仓第五天 制造水的生物和鸟 色飞的鸟 第六天 是给在地的 生物 就是人和物 所以这个就是圣经 创世记里面 给我们的结构 最主要就是宣告这个宇宙是神创造 虽然他有几句好像很轻描淡写 在头的四句 第一天里面 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主题 就是 神创造天地 是一个宣告 虽然他 轻描淡写了几句 就讲过 与创造 但如果我们看回 刚才我说的理论 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 大爆炸的理论 现在都不准备 但是 基本的概念是我们理解到 但是那个时间 可能我们现在科学家 就因为这两年的新发现 要重新再去改这个模型 虽然他们要再改这个模型 但是大家留意到 基本的那几句说话 这几个框架 和我们已知那个 观察到那个 宇宙膨胀 都是吻合的 都是在这几句框架里面 如果我们看回 起初 神创造天地 开头 才记得 霍金教授那个 图表里面有一段 是空虚 一个混沌的 时刻 虽然 有神 做了光 有光 但是这些光火就出不了来的 一个黑暗时期 黑暗时期之后 光才从黑暗里面出回来 所以 有提到 圣经里面提到 光是好的 就把光暗分开了 就是光和暗是要 后来要分开的 当然我们不可以说 这几句就是 整个宇宙 创造 出来的那个 因为这个是文学 一个文学的 形容 就不是一个 文学的形容 但是我想说 词经里面 几句说话 就讲了 创造 神的创造 这个才是个重点 但是在第 词经里面 第2日 到第6日 那6日的创造 主要是讲 地球 第1日就讲 宇宙 第2到第6日就讲 地球 就比较很详细 而在时间简史里面 也有很详细的 形容 现在 现代科学家对地球 形成的那个理解 他们相信 开头这个 地球是一个很热的球体 一个流体 很热的流体 流体我刚才说过 包括一些岩漿 液体 和气体 因为开头很热 那么 开头他们认为 我们原始的地球 是没有大气层的 如果有也好 是没有氧气的 因为那些气体是指什么 是指那些火山 现在噴出来的那些气体 是有毒的气体 那些流化氢 那些有毒的气体 即不是透明的气体 所以他们就估计 这个地球最早期的生物 就是 源于海洋 和是会吸收 这些 流化氢 哈尔森收范 最早期最原始的生物 是会吸收这些毒气 然后产生 氧气 氧气是透明的 当它吸收 空气中的毒气之后 然后产生氧气 那个 大气层就变成透明 有氧气 其他的生物就可以慢慢形成了 比如说 海洋 帮羽 帮羽 还有人类 这个 这个次序 就是现在 现今的科学家 的理解 如果我们留意圣经里面 很奇怪 昨天我说过第一天的四句 就是说宇宙 开头那个 形成 第2天开始到第6天 就是说 和人有关的 这里说到 珠水 珠水就是有不同类的流体 水 分为上下 有些水是重点 有些水是轻点 有些流体是重点 有些流体是轻点 用硬就重了 水水气就轻了 热的精气就轻了 就是这样 所以流体会分成上下 大家如果坐过飞机都会留意到 在飞到 几万尺的时候 外面的温度可能是-60度 -70度 所以 升到上 高层的时候 温度低 那些水就会 那些气体那些 蒸气就会变成水分 就落地面 落地面就会将地面 黏成一个地壳 很薄 现在我们地球的地壳是很薄的 平均是15公里到20公里 所以我们的地球 是好像一个 橙一样 有一块皮是硬的 但是中间里面 都是很多液体 很多流体在这里 很多热的 浴岩 很多的铁 熔了的铁 就是在这里转 那所以这里的那个次序 就是 最初有水 水落到地 冷却了地 形成了地壳 然后那些水就在地壳里 继续一切就变成海 有海的时候 不是有鱼线 圣经记载 首先 有清除 结种子的蔬菜 就是绿色的生物 为什么要绿色生物呢 因为光合作用 首先要吸收大气层那些 烏烟瘴气 然后排出透明的氧气 所以有了这些的 二氧化碳 吸收 所谓 光合作用 产生氧气的 绿色的植物 好像那些海藻类的植物之后 我们就有个大气层 那接着呢 在这里讲第三日 就看到两个缸 一个大缸 一个小缸 那就是 开始看到 下阳和月亮 接着 生物出现 就是水 由水而出 跟现在科学家相信一样 由水而出 接着有飞鸟 接着又讲到有大鱼 这个大鱼 中文亦做大鱼 其实英文就是 monsterous的 生物 就是一个很巨型 可能很类似 或者可能是一些 我们叫做恐龙类 那类的生物 接着去到最后就是伸畜 昆虫 野兽 各种其类 最后就是按着神的形象 神说我们要按自己的形象 最后做人 平庙就是 摩西在公元前的 至少1500年 距离现在3000百年前 神感动他写圣经 他是没有现在现代的科学知识 他连可能 病菌 细菌他都不知道 但是神就让他写出这个次序出来 跟现在我们科学家 科学家的理解是 这个次序是一致的 这个就是圣经的奇妙 但是我想再解释 句话就是 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做人 为什么这句说话重要呢 因为很多时候 我相信 无论是 神学界或者科学界的人 都有误解 有些人就提出 他说 如果你数算那些 以色列的历史 去到当时代 可能都是 7000年左右 如果我找到一只人缘的鞋骨 是两万年的 和人差不多的 你怎么解释 DNA很接近的 大家留意圣经 圣经 讲人 的定义不是从DNA去定义 是从照着神的形象 做去定出来 意思就是 神可能做一个 可能一二万年之前 已经做了一些跟人很相似 DNA是直接接近的生物 但是当时那些生物 不是照着神的形象 没有神的灵 不能跟神沟通 所以 圣经里面 是出的人 不是用DNA去定义人 是照着神的形象 这里我们是三一真神 三一一体的神 的形象 做出来 这个才是 圣经里面讲的人的定义 所以如果我们发现一个 鞋骨 一个人缘的鞋骨 和我们人类DNA是很接近的 那个都是人缘来的 不是人 刚才我讲到了 圣经里面最奇妙就是 摩西 没有读过 现代的大学 他没有现在我们现代科学的知识 但是他在超过三千多年前 在圣灵感动之下就写了《圣经》 圣经里面虽然不是一个物理学的书 但是他很多形容 宇宙的事 都是很精准的 刚才我讲过 在约百计度公元前的一千百年 神将大地园在他空当中 用万有引力 风影着 保住整个结构 在神晚中 千年如一日 一日如千年 这个是现在我们面识的相对论 这些概念 就约一早已经有了 刚才我提到 一早知道地球是一个大圈 神体将这个宇宙 扩张 推出去 神体用他的能力创造大地 这个有智慧的建立世界 很重要 稍后我再解释智慧这部分 所以我们留意到 宇宙 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宇宙膨胀 地球形成 各次序 和生物 出现的次序 圣经里面的描述 和现代科学的 理解 是一致的 这些科学的理解 都是在圣经的框架 描述之下 我刚才说到智慧 我们知道DNA 不单只是物质 DNA是一个 生命的程式 一个program program有个programmer 一定有个人在背后 有这个智慧 因为这个创造主 就是这个智慧的源头 所以我们不能说只是有 唯有物质在 唯有 物质 就没有 没其他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物质背后 是有一个智慧的创造主 人类的历史 人类的对科学的认识 都是很 很短 很有限 我们去到1820年 才知道一个电流会产生一个 电磁场 在创造一早已经有 神预了给我们 刚才我提过 我们在地球中间的岩漿 还是在流 里面有很多的铁 是熔岩的流 这些熔岩 好像一个电磁 产生了一个电磁场 这个电磁场很重要的 因为 当太阳风暴的粒子打过来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保护盾 一个保护罩 所以我们的地球竟然有大气层 而火星的大气层已经很薄了 因为那些 地球的很多的太阳风暴 已经把火星的大气层吹走了 因为我们有这个 保护 保护罕 我们可以生存到 我们看到的北极光南极光 就是 当那些的太阳粒子打到来的时候 它就在太空 就是在空气那里 把能量 消散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光 但是这个是一个保护罩 没有了保护罩的人 所有生物 生存不到 所以上帝做我们的时候 是很恩代我们 特别安排了这个电磁场给我们 我们这个图表是代表地球 是围着太阳转 因为我们有四个季节 我们上个星期的时候 就是 下次 下字 如果大家想一下下字的时候 正五我们就对着太阳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地球 一日自转 多少 很多人回答是一个圈 自转一次 一个圈 一个圈就是360度 但是如果真的我们自转360度 那就出问题了 为什么呢 大家幻想一下 如果我们这里一日自转一个圈 翌日就在这里 半年之后 那个正五的时候呢 去到冬至那一日 我们就在这边了 我们就不是对着太阳了 天后变了夜晚了 原来 神很奇妙 神做这个 地球 围绕太阳的安排 他每日和我们转多 0.9856度 一个圆圈是360度 原来我们地球自尊 360.9856度 为什么呢 300一年又我们有365日 或者365又四分之一日 除了二就是半年 半年的时间 去到冬至 每日 加多于0.965度 就180度 即是说 原本我们在这里 去到这里的冬至的时候 神和我们每日 较多接近一度 令到我们 冬至的时候 正五 都是响着太阳 是不是奇妙 所以你能够到 上世创造人的时候 是极之奇妙 他连地球自尊 多一点 都为我们安排 是不是 我们看到科学 是不可以证明上帝存在 因为科学只是应用在自然界和物质世界里面 而圣经跟我们说 神是一个灵 所以科学不是一个绝对真理 科学只是限于在物理世界里面的 Approximation to the truth 一个近似值 科学是要不停更正的 科学不是一个权威 上帝做人的时候 在绝对界里面 他做了在被造界的人 上帝是经过启示 去教导人 人被造之后 其实产生很多不同的知识 科学只是其中一种的知识 只能在物质世界里面 应用到 不可以去解释 艺术 父母对移类的爱 艺术品 诗词歌赋 科学是用不到的 是有限制 如果我们看预测未来的方法 迷信的人就会看掌看相 如果我们看科学怎么应用 经济预测 天气预测 科学预测 都不准够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经常都骂 天文台预测不好 我们会 就是 说他们做得不够 其实他们有限制 虽然他们已经有了那些超级电脑 但是因为科学是有限 所以 科学只是 慢慢接近真理 口口物理合常 就不是真理本身 大家如果再看回圣经 大家会留意圣经很不同的 圣经里面神讲的话 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 一定发生 所以圣经里面 神的说话就是绝对真理 我稍后会再解释 为什么神是要借着启示 以赛雅书已经说了 话说 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 你的道路也不是我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 这个就是神跟我们的宣告 神是 超过我们很多 我用这两张照片去解释 什么叫启示 这张照片是我和我以前的狗是玩自由拍的 我这只狗是算是聪明的狗 我和他上课 拿了证书 但无论他怎么能力 我做研究 我看电视 或者我听音乐 我不会和我的狗解释 因为他的 他那个认知的能力是有限 同时 又 高一层智慧 向低一层智慧 传授一些知识 我就叫启示 我可以教他做一些 他做不到的东西 他经常做不到的东西 例如说 我可以教他 不可以在桌上 偷食 跌到地的他可以吃 正如 在奥运会 骑术 比赛 那些 骑士可以 训练到一些马式跳舞 马本身不懂跳舞 由高层智慧向低层智慧教导 传授一些知识 就是叫做 提示 同一样道理 上帝给人 是所有创造的最高风 给我们有最聪明的理性 我用这个黄色这个圈 代表人的理性 如果上帝的智慧是无限的 远超过我们 好像刚才我们说的上帝的纪念 是远远高过我们 好像天高过地 如果上帝的智慧是无限那么大 以人的智慧 人的理性那么小 去尝试去 形容 去推论 一个无限的上帝 是不可能的 所以唐宋明牧师 一针结他讲出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他就说 上帝创造人的理性 人的理性 不能够创造上帝 人的理性 只能创造假神 和偶像 和偶像 我用几个例子 给大家解释 创造人的理性 这个这么小的理性 人的理性 不能创造这个无限的上帝 人的理性 只能创造假神 和偶像 我用几个例子 和大家解释 庄宋明牧师 这句话 最出名的一个苦难论证 就是邱莫的论证 邱莫是一个 18世纪的 苏格兰的哲学家 现在很多现代的 科学家、哲学家 都是用类似的 虚论 去试证证明上帝 是不好的 他怎么说呢 如果上帝是至善的 他就不会容忍 有苦难和罪恶 如果上帝是全能的 他有能力可以制止 罪恶和苦难的发生 但实际上 世界上是充满苦难和罪恶 所以他用人 那个很小的圈 里面的有限地字 他就推论 如果上帝是至善 他一定不是全能 因为他没有能力 去制止罪恶 苦难 如果上帝是全能的 他一定不是至善 因为他没有去制止苦难和罪恶 所以他们用有限的人的 智慧 推论了一个上帝 他们的上帝就是说 上帝不能同时全能至善 这个就是 黄崇荣说得很精辟 人用他有限的智慧 尝试形容一个无限的上帝 只可以推出一个假神 这个假神就是 不可以全能 也不是自善 不可以同时之间 全能和自善 这个就是 黄崇荣 最 牧师 最精辟的观察 不单止是这样的 旧约圣经也有 这些故事发生 当 摩西上西礼山 等接受10届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下面 做金牛 这只金牛不是偶像 这只金牛是他们的耶路话 他们想要一个神 是他 可以索造的 他的有限的智慧是可以索造和掌控 可以明白的神 但是一个 人可以索造 可以掌控 可以完全明白的 就不会是真神 只可以是假神 因为 看我刚才这个图表 我这个图表就要来解释 唐淑仁牧师这个 观察 人的理性是这么多 是被造的理性 要尝试去解释个无限的上帝的智慧 只可以做一个假神 所以 你看到无论是 不相信 上帝 的哲学家 相信神 但用自己方法信神 的以色列人 都是做出这个假神 他们的结论 都是一个假神 现在很多人都是在做这个假神 都是在这个 小的人的理性里面 尝试去推论这个神 大家可能听过这个 问题了 如果神是全能的 他可不可以做 一块他举不起的大石 如果我们其实 无论是举不起的大石 也好 一架车也好 一样 他想说是什么 如果神是全能的 他可不可以不是全能 如果我们将这个变成一个逻辑学的 句子 如果A是神 B是全能 他就问 如果A等于B A可不可以不等于B呢 那这个就是人用人有限的去推论 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如果A等于B Can A not equal to B 这个问题就是问题本身 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是不合逻辑的 一个不合逻辑的问题是不会有逻辑的答案 所以当那些人 以为自己很聪明 用人的理性 尝试去推敲一个无限的上帝 只可以走出一些这样的谋物出来 我们经常困在这里 其实如果人想清楚 所有耶稣基督所做的神迹 都不可以是 是人的理性可以明白的 所以呢 我们其实是需要神的启示 神的启示 我这部分叫做超过我们的理性 是神的启示 所以神的说话 神所做的神迹 就是在这部分 让我们去接受 那么我们就算接受了神的启示也好 我们只是对无限的上帝 认识多一些 我们永远不会完全明白这个上帝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完全明白这个上帝 这个都是假神 只是我们这个 大一些范围里面做的假神 所以人在这个范围里面 经常做假神 我们 愿意 接受神的启示的人 超过理性 去接受 信靠他的人 只是明白多一些 我们都不会完全明白神的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 但是 限制在哪里 好了 怎样追求真理呢 有以人为中心的方法 有以上帝为中心的方法 在以前 有希腊的 有佛祖 有孔子 有老子 这些都是很伟大的人物 他们一生追求真理 基体经过很多年的生活体验 尝试去 找真理 但是为什么他们找真理呢 因为他们不是真理 这个也是唐宋利牧师 一真见他指出来的 这些位置学位人 他们一生追求真理 因为他们不是真理 而让我们看到 在圣经里面 耶稣基督 按着旧约的要求 三十岁之后 可以做祭司 他就三十岁出来 传道 一开始他就 自称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他自称 他和父神 和永恒 之间的唯一的道路 风道 他就是真理本身 他就是生命的源头 生命 像我们生命的主 在约翰福音 第一章开始 太初有道 这个道就是说耶稣基督 因为 仕途约翰 他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 五到六十年 他对耶稣基督的认知 沉添下来 写下这个约翰福音 当时他其他的 仕途 已经殉道死了 神只剩下约翰一个 约翰福音 约翰书信 和启示录 这里提到太初 即创世之先 有这个道 有这个真理 这个真理他说的是耶稣基督 这个道 这个真理与上帝同在 这个道 就是神 什么意思呢 平时我们以为 道理真理 是一些哲学 人 找出来的一些哲学思想 原来是错的 这里跟我们说 神就是真理的本体 神就是活生生的真理 神就是这个绝对的真理 绝对的真理 说的说话 都是真理 因为上帝就是真理的本体 他发表的意见 他说的说话 就是真理 他要有光就有光 就变成 现实 这个就是上帝 本身的能力 他就是这个的真理 他说出来的就会发生 所以万物是值着他做的 这个 神也是 这里宣告 整个宇宙 都是上帝 这里特别是主耶稣基督 三位一体的圣子 但被造的 没有一样东西 不是值着他做的 他是生命在他里面 他就是生命的源头 生命 生命就是人的光 但是 光照一刻我们里面 人是不接受光的 如果我们用这个图表去看 其实上帝原本是在绝有 绝对界里面 在永恒界里面 自有永有 公义 圣洁 爱和真理的本体 当 决定着耶稣基督 创造这个宇宙 这个被造界的时候 耶稣基督 宣称 他就是创始的 Alpha 他就是成终的 所以整个人类历史 都是 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 由他 耶稣基督 从天父 永恒界里 落到他被自己做的世界里面 就是唯一的通道 可以去回永恒 所以圣经里面 我们不要 惊讶有些 很清晰的宣告 例如 第摩太前书 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宗宝 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次下别的名 可以靠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原来 要回去永恒 见回天父 唯一的通道 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看到 刚才说过 科学 只是被造智慧的一部分 被造的科学 是不可以证明上帝的奇妙的 所以你看到 就算 去回 大白色的理论也好 所有科学 当然去不回 爆炸那点 因为有一段时间 物理学是 应用不了的 所以他所有的 的模型 在爆炸之后开始 所以 科学不可以证明上帝存在 但是神 自己藉着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 让我们知道他存在 普遍启示就是 他的创造 和给人有个 良知 创造 给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知识 良知 让我们发展宗教和科学 宗教和哲学 但最重要的就是神是藉着特殊启示 特殊启示是指 神是藉着圣经 神的话 和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来到 告诉我们 上帝是怎样的 所以 神的存在 不是由科学去证明 所以不需要什么 科学 证度 没有这件事的 科学是证不了 上帝存在 或因不存在 上帝的存在是他自己 显明出来的 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 罗马斯道说 神的义 在福音上显明出来 神的愤怒 天上显明出来 神的事是他自己显明给人的 不是要人找他 人是找不到上帝 是上帝去找人 但人 对上帝的回应 通常是要见到神职 理性明白才信 就像做金牛一样 做金牛一样 要我理性 明白到看到的 掌握到的 那些识信 但圣经有个很奇妙的原则 就是凭信心 不凭眼睛 我会再解释 看看神迹 前书保罗说 犹太人要看神迹 希腊人 要求智慧 要理性要明白 现在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 人是要看眼见到的 理性明白到的 所以有些人常说 你叫我信耶稣 不如叫你的耶稣 来见我 我看到就信了 是这样 所以人是 经常都是 困在 要眼见到的 理智明白到的 而圣经讲的出路 是凭信心 就不是靠这两样 神可以叫人信吗 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 摩西 神借着摩西 把红海分开 以色列人经过 红海的海藏 行过 去到 另一边的沙漠 去到抗野 他们见到红海分开 去到另一边 已经不信 已经图然 没水 没食物 摩西害死他们 他没东西 上帝每天天上 各样的食物 叫做麻辣 给他们吃 天天吃 天天都见到麻辣 天天都见到神迹 又图然不信 到 他们去到 西泰山下 刚才说过 拜金流 自己弄一只假神出来 他们心目中的神 到最后他们去到迦南地 神应许之地 他们派十二个探子 进去 在这个新的地方 十个都不信 十个探子都不信 结果就是 很悲惨 很悲惨 那一代的以色列人 在沙漠浪泼了40年 这个不信的一代 不可以入神 给他们应许之地 这个就是那个悲惨的结果 神迹可不叫我们相信 其实神的所作所为 所有所做的事都是神迹 你和我的生命都是神的神迹 你和我现在的心跳 都不在乎你和我的努力 你怎样努力 你可以叫他跳快点跳慢点 但你不能叫他 跳或者不跳 都是上帝 的恩典 令到我们的生命可以继续维持 你和我的存在都不是我们的选择 但是今天 每当我们活在 每天都见到神迹的时候 人是不信的 所以看神迹是没用的 理性 重要的 但是我们要明白理性是重要的 但是我们要明白理性 也有他的功能和他的限制 上帝给人的理性是超于其他的生物 所以理性是重要的 但是我们要留意 理性是有非理性的 很多人不信有神 但信有鬼的 是吧 很多人不信有永生 有永人生命 但是他就告诉你人死如灯灭 你问他有什么证据人死如灯灭 没有的 非理性的 很多人呢 没有平时 没有病没有痛就信自己 有绝症尼 就希望有神迹 是吧 无神论都是非理性的 就是神的存在 不在乎我信他或者不信他 不在乎我说他存不存在 理性有有限性 刚才我解释过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一个有限的理性 是不可以 明白到这个无限的上帝 我们要靠启示 所以 常见我们的错误就是 人以有限的理性 选择性的智慧 限制了神的 启示 这个人的理性反而变成 认识上帝的难助 刚才我说了三个例子 就是 邱莫的那个推论 上帝可不可以做人 一个石头举不起的推论 这就是人 以人的理智 好像一个 一个格 格住了上帝的启示 他困了自己在人的理性里面 永远看不到上帝 所以他 只会在心里面做一些假神 这些假神他都可能不要 一个 不是自善 又不是全能的神 他不要的 一个 做不到的大石 就是 一个 解决不了 他 做一个大石 他举不起的神 他又不要 所以一个人的理性 变成一个难助 我们认识上帝 有些人说 信 不信 其实没关系 你看圣经 上帝的存在与否 不在乎人的主观意愿 上帝不会因为我信他 他会存在多些 也不会因为我不信他 他不存在 所以你和我 认为上帝存不存在 以个人的主观是没有意义 我们再困在自己在一个人的理讯里面 只是做一个假神 我不要 理性也有 选择性的问题 我曾经跟一个弟兄 一次一个神学讲座之后 一个弟兄就跟我说 他 耶稣的 很多的神迹他都信 唯一他不信 就是耶稣的复活 那我就 看回这个图 其实 所有耶稣的 啊 神迹 都是在超理性这方面我们接受的 如果人有选择性 这些要我这些不要 那我就看不到上帝整个的启示 就算基督徒也会的 有些神叫我 给赐福的 我就听 神叫我 改我的 我的罪恶的行为 我就不想听 人是选择性的 啊 智慧不是不重要 理智不是不重要 上帝给我们人的理性 是所有动物最高的 最多的 所以我其实是要用尽上帝给我们的智慧 用尽去到极限之后 我们要开放我们的心灵 凭着信心 在这个超理性的范围里面 接受神的启示 不要给我们有限的 智慧 限制对神的 认知 神可能 想将整个光谱 在事给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戴着有色眼镜 只是看到一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的理性 限制着我们 所以我们要开放自己 才可以看到全部 不要像理性中的格 格着神给我们的东西 刚才我说信 我们说的信不是人 信和不信能力的信 我们说的信不是一个学生 告诉妈妈 我很努力读书 我有信心考得好 考试好 那个信 不是 我们的信有三个重点 我们的信 是限于我们信上帝 和 上帝的说话 就是上帝的看事 这个就是限于一部分 而我们信 在理性里面 我们要明白 超过理性的 部分 我们要信靠 而我们明白了神的 说话之后 我们要信服 将神的说话 变成生命改变的力量 改变我们的生活 因为信心无限为死的 所以呢 圣经里说信和悔改是一个银的两边 分不开 所以有时神叫我们悔改 就见到天国 神就说 行信 就得永生 信和悔改 是一个银的两边 得永生和见天国 不是同一个意义 但是最重要 信第三点 就是 我们信是基于神的信实 我信是信上帝的说话 我要明白信任 信服他 最重要就是我信 不是靠我的能力 不是靠我 不是靠我可以信多少 你可以信多少 不是 但是 我们信不信 都没关系 神都是信实 所以我们 将我们的信任 放在神的信实那里 因为神的信实是不变 所以圣经道 给我们说 告诉我们知道 当神 发誓的时候 祂是指着自己发誓 因为你和我都不可靠 只有上帝可靠 整个宴 整个宴就里面 只有上帝是 信实 祂是 说得出 做得到 祂不变 祂的信实是不变 所以我们信 根基是上帝的信实 不是你和我信的能力 我们随时不信 感觉是会变 但是神的信实是不变 刚才我说过普遍启示 跟宇宙有关 这里我不再说了 走 而特殊启示就是神 借着圣经 和耶稣基督到神 来到 这个是一个基证据的信 在神后界里面有不同 人是做过不同的统计 有关圣经里面的预言 以及已经应用了的一部分 其中一个 计算方法就是 圣经里面大约有2500个预言 有些计算方法就是1800几个预言 我现在人用这个计算方法就是大约有2500个 而当中 超过2000个已经 发生了 这样 这个 所以我们的信不是基于 估计 我们基于神的说话 神的信实 因为神让我们看到 他说的这个旧约里面 我同意也好不同也好 上帝说了的都会发生 所以在以下书里说 上帝怎么说呢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我一开始已经告诉你将来的事 从古事年龄 未成的事 我的囚算必立定 我所起业的我必成就 不在乎你和我信不信 上帝说了 就会做 这个就是 我们信用的根基 就是神的信实 上帝不是靠人 找他 是他自己去显明自己 他怎样显明自己呢 他找了一个 他选择了以色列做他的教学工具 他选了一个民族 将他的说话 告诉这个民族 再藉着这个民族 向全世界宣扬 他目标就是 要显明给人看 叫人知道只有他一个神 再没有其他神 如果他很强调就是 他选择以色列 是他的选择 因为他的主权 是他的主权 所以不需要问 为什么他选择以色列人 上帝说 因为是我的主权 是我的选择 除了选择人 目的 告诉我们 祝福 不就座 放在我们面前 听从神讲 跟着神美善公义的界面 又会蒙福 不听众的 就会受和 上帝啟示有三个重要信息 刚才我说过神的创造 接着是人的堕落 犯罪 和神的拯救 和审判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会 太过详细去讲 就是圣经 讲罪 和拯救 因为今天我主要是想讲 圣经里面怎样证明这个上帝 的存在 不是靠科学 而是圣经本身 神宣告自己 神经有提到罪恶的源头 这样我就不花时间 讲太多 最重要我想讲就是 神解决 人罪的问题 你和我都是一个罪人 有些人可能听到不舒服 但是 舒不舒服也好 其实没关系的 神告诉我们听我们是罪人 因为 你和我 自小会讨论大话 不需要人教的 我们甚至现在 是 说大话去那个地步就是 我们没有罪恶之 那个 观念 我们不会觉得羞恥 人人做的罪 不是 只是行为的罪 耶稣基督解释 帮你 仇恨一个人 未着犯了杀人 手间令是要从心开始的 因为 我争论一个人 可能我不敢杀他 因为我不想坐牢 或者我不够他打 但是我可以争论人一世 对人的仇恨可以是一世 我对 其他人有淫念 就已经犯奸淫 圣经里 耶稣基督说 是从心出发 神看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有神的标准里面 都是一个罪人 但是上帝 是公义 也是慈爱 从帝说过 没有一个罪是不会受审判的 但是上帝又没有世人 所以他 为了我们安排一个救 我们叫救恩 他说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神的荣耀 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就是借着耶稣的救赎 我们可以白白称义 怎样做呢 如果你和我都有罪 我们不可以为自己赎罪 上帝就派他的独生儿子 耶稣基督 一个无罪的人 一个 和你和我一样 有肉身 受过是探而无犯罪的人 变成了一个挽回祭 一个 犧牲品 一个 救药 叫做无罪 无罪的羔羊 无瑕疵的羔羊 用这个赎罪 为人去赎罪 借着耶稣的血 流血 遮蓋人的罪 而人 只要信这个 神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 就可以被称为义 这个就是 圣经讲 恩信 清义的道理 恩信 清义的道理就是说 本身你和我都不是好人 我们都是坏人 都是罪人 但是我们去到十字架面前 耶稣 为我们死 我们 承认耶稣 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人 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接受他的救恩 意思就会变成 将我们的罪 加于耶稣基督 由耶稣基督 十字架上死 为我们赎罪 而同时 耶稣是一个唯一的 圣洁公义的人 他将他的意 好像一件衣 那样 加于我们 遮蓋我们的羞恥 将我们 有罪的人 当成无罪的人 这个就叫做恩信称义 的道理 所以最重要就是 然后圣经里面说 这个救主 这个创造你和我的救主 他不单止只是创造你和我 他是 这个截着对真理 你来成了 肉身来到人间 所以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德永生 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恩 这个神的救恩 由创世纪开始 去到启示录 完全一致 当亚当夏威亚犯罪的时候 神就已经 讲到 将来一个女人的后裔 这个女人的后裔 是指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是圣灵感人 他没有男性的父亲 后来的约失是他的 就是养父 就不是他亲生的父亲 是圣灵感人马里亚山 所以这个女人的后裔 就是耶稣基督 当神 要将亚当夏娃 赶开 离开这些年的时候 神为亚当夏娃 杀了这只动物 有个流血的限制 做了一件皮纸 一个瘦皮用来做衣服 这个衣服 就是用来遮盖 亚当夏娃有罪的羞恥 是预表将来的救恩 就是 十字架上 人形罪悔改 我们的罪 加于耶稣基督身上是我们的赎罪 而且耶稣基督既然 好像一件分离的袍 加于我们一样 遮盖我们的羞恥 这样的意思 城里面有超过三百个月 和耶稣有关 是很精准的 例如说 公元前的六百多年 七百多年已经说到 他是同女所生 在百利行 出生 在 以赛亚书53章 很多很详细的 描述 耶稣基督 他会被人藐视 他多受痛苦 他为我们担当忧患 为我们的罪业 被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就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打 我们就得到这 他是 列在罪犯当中 他被人受鞭打 获人埋葬 变成熟罪 等等 很多很多的语言 新日里面讲到 我带福音到 告诉我们 这个救主来到 叫我们悔改 他有两个 原因 他是要将 物纸 收藏 将无用的火烧 是代表 第一次来 他是来拯救我们 第二次来 才来审判 耶稣基督会来两次 第一次已经来了 十字架数为人死 为拯救 人类 第二次来 就是审判 他给机会我们 去认罪悔改 所以呢 当人是要想 有神迹 要见到的 要智慧 要完全明白的 神的解决人的罪恶的方法 两个都没有 剩下只一个十字架 因为这个十字架是代表 是代表 神的拯救 是代表 神对人的爱 宽恕和恩典 是代表 死亡的权势被打破 永永活 复活是永生的确决 所以耶稣基督 是复活 这个是代表爱 为什么呢 因为 罗马书有提到 为一些的义人死 是少有的 为一些人人死 一些好人死 或者有些人会做 但是基督 是在我们做罪人 得罪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 就再次向我们显明 即今天我们在得罪上帝 上帝都爱我们 藉着不同的人 和我们讲福音 要我们认罪悔改 回头 这个就是神的爱 所以十字架上 老神职 老智慧 神亲自落来 不肯神职 耶稣基督 自己 承受一切 人的罪业的 恶果 由他一个人去负 为了要拯救我们 什么叫信心 刚才我解释过信心的对象 特性和根基 就是神的信实 在希伯拉书 再提到两件事 就是 信心就是对所判案的事 的把握 对还未看见的事的证明 如果我们看回这个图表 我们有生之年在这里 我们现在在这里 人的眼睛 只可以看眼前四面墙里面的事 四面墙以外 我们不知道 明天是怎样 我们都不知道 但原来信心的眼睛 是可以超越时空的 因为我们的信心 是基于上帝的说话 和上帝的信实 我们 未见的事 什么未见的事 从前 由创世开始 圣经道跟我们说 上帝的 创造的作为 他怎样带领 以色列人 席着以色列人 将神的福音 传给全世界 但所有 已经发生的预言 我们没有看见过 但我们基于他们上帝的说话 我们相信 还有很多 未 成就的预言 是一些所盼望的事 为了说 耶稣会再回来 审判 我们基于上帝的信实 我们知道 他会回来 所以这个信心 是超越时空的 超越时空的 你凭 我要强调这个信心 不是你和我想信什么 我们的信心 对象是上帝的说话 上帝和上帝的说话 根基是上帝的信实 神说的事 我和不同意 无关系 他说的一定会发生 所以已经发生过的事 虽然我不在场 我相信 所以基于这个信心的眼睛 是超越时空 因为上帝的说话 一定会成就 因为这样的原因 希伯来书说的一件很重要的说话 恩着信 我们就明白 宇宙是恩着神的 华造成的 就是这一点 创世那一点 大爆炸 他真的有大爆炸 大爆炸那一点 科学家解释不到 因为物理学 不可以解释 但恩着信 超越时空 我们知道是上帝所做的 这样 那看得见的 就是从那看不见的 做出来 那看得见的宇宙 就是从那看不见的神 做出来 那看得见的物质 就是从那看不见的能量 做出来 恩着信 神 我们看得很阔 超越时空 我们要理解很多 我不需要在场 我都只是因为上帝跟我说的 而上帝所说的 一定会发生 这个就是恩着信 所以我们的 信 是去到 大很多 比人的理性大很多 所有神的神迹 都是在理性 超理性 这部分 所有神的神迹 都是在这部分 如果我们只是困住自己的这部分 我们永远看不到神的偉大 阿伯拉罕 我们叫信心之苦 神跟他说的 应许 他全部 有生之年见不到的 神跟他说 万族恩利的后裔得福 这个后裔指 耶稣基督这个救治 他要相隔2000多年 耶稣基督才出现 他在肉身上见不到的 耶稣基督 在肉眼福音里提到 阿伯拉罕 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 既看见了 就快乐 这个看见是怎样看见 凭着信心 信心就是属灵的眼光 我们相信神的信实 神的说话 所以当神说 我就信 所以阿伯拉罕 仰望 见到这个救主 虽然他肉身的时候 见不到 但是凭信心 他见到 他的国家土地 的认证 去到国家 要 等到若书瓦 打得进去加南 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凭信心 他相信 上帝 这个就是 他信心之父的原因 圣经 说信心是超越时候 而我们说的信 不是你和我 想的说话 是上帝的说话 是上帝和基于上帝的信实 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基督的復活 我们没有见过 你和我都没有见过 耶稣的復活 保罗 在哥罗多前书 在哥罗多前书 十五章 特别要强调 耶稣基督的復活 保罗是谁 保罗就是当时 拜领人去 迫害基督徒的领袖 直到耶稣 復活的耶稣 向保罗 演员 保罗才悔改 所以保罗在哥罗多前书 特别要强调 我从前领受 又传给你们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基督 是照着圣经所记的 不是人说的 照着圣经所记 一早说了的 为我们的罪死 埋葬了 又照着圣经所记的 第三天復活了 我们在旧约圣经 新约圣经 耶稣基督三次预言 自己会 被杀害 以后会三天之后復活 接着他强调 这个復活的基督 曾经向基法显然 基法就是彼得 向十二个门徒显然 十二个使徒 向五百多个弟兄显然 向雅各 这个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 显然 向众使徒显然 跟着最后向他显然 而他是最少那个 最没有知识的那个 因为他曾经碧海教会 耶稣基督的復活 很多人是殉道 去见证 十二个门徒 除了约翰 要来 神要他联络的时候 写了 几时录和约翰 书信 约翰福音 其他所有门徒 都是殉道 其中门徒当中 都是有一个叫多玛 多玛 多玛都是 最由殉道 死的 四英道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以色列王国 当时是 公元前的五百八十六年 是相等于中国的春秋时代 他 形容得是很仔细的 他说以色列人会在天下 曼国被抛来抛去 被人赶到各国当中 被人嘲笑 被人羞辱 隔了二千六百年 一九四百年 复国 他旧约翰面已经提到 将来他们会被老的 会回归 回归本地 全世界 没有一个国家 亡国 二千六百年之后 可以复国 全世界没有一个 只有以色列 是按着圣经的预言复国 所以 一九四百年之前 很多人还可以嘲笑圣经 一九四百年才复国之后 我们不可以嘲笑圣经 耶稣基督 复活 亦都是 很多的信道 用死去见证 其中就是 多玛 耶稣基督复活第一次在门徒显现 当时多玛不在场 其他门徒跟他说的时候 他说 除非我亲手摸过耶稣的钉银 我是自信 第二次耶稣基督再显现的时候 就叫多玛 摸摸他的伤痕 多玛立刻跪在耶稣面前 跟耶稣说 我的主 我的神 为什么 因为多玛不再用自己有限 人的智慧去阻挡了神的解释 他已经领白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神 然后耶稣基督跟着就跟他说 那些你见到我原信 但是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 有福了 这些是什么人 原来耶稣基督 是跟我们说的 我们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 我们不在场 耶稣基督 值得多玛这件事 和那些没有看见就信了的人 说 你信我 有福了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多谢各位 感谢观看 的